他们继续沿用第三局第四局的阵容 决胜局开始了 尼斯里汉强攻 那决胜局对尼斯里汉来说呢是一个考验 他究竟是一个一流球星还是超一流球星 就看这一局了 土耳其这次的赛程呢比较不利 他们第一场打中国队 第二场打俄罗斯队 第三场打东民家 比较强的对手放在前面 而且在前两场尼斯里汉呢 都是承担了队里的大部分的进攻责任 而且他的发球也很重要 防守当中也很拼 体能消耗打到第三场之后应该是很大的 再进入决胜局是否还能够顶住 尼斯里汉四号为强攻 这球盼打手出界 连打三场 而且都是作为队中的主要得分手 发球也是主要靠他 这个这时候体能是消耗很大 就看他的地质品质方面 这时候就是靠咬牙顶了 李维拉呢在前四局结束也得到了18分 加上刚才这一分他已经得了19分 也显示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能力 从前两局那么被动的情况下调整过来 投尔其队3比2 半号托克索伊 挑票一个插网 对方一传到位 表号是努涅兹 今天投尔其队派上努涅兹呢 还是特别是后面这两局 还是看出了他的进攻的实力 那这两局球队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板凳深度 还是具备一定的深度 揽网队员出网 投尔其队继续保持领先 篮里维拉的强攻 篮里维拉也是处理得很清楚 推后排一个直线 控当 这球就是一个防守意识 自己的二传跟进了之后 他的身后是一个空档 预先就要有别的意识 14号俄尔丹姆 欧洲副攻守 被背全都是这么打 开网 点高 力量大 基本上就是一个跑动强攻 这球盘打手出界 没有抓住这个防防的机会 被13号二之所一拦住 有时候双人篮网的时候呢 两个人互相配合上会出现点问题 线路没分住 而单人篮网的时候 他想的比较简单 就是抓你主要线 所以有的时候 单人篮网如果抓对了 照样能得分 所以球队反击机会 能力在下降 主要就是体能 所以这个世锦赛呢 他的赛程非常长 参赛球队很多 在今天的这一轮小组赛结束之后 将有一天的休息 然后在一天之后 再继续进行小组赛 单人篮网没有拦住 刚才是 土耳其先有反击的机会 但尼斯里汉没有把握住 反过来给对方机会之后 对方把握了 这球组织的不错 给尼斯里汉 晃了一个空门出来 8号的牵制非常成功 而且看到尼斯里汉 他的全面性 6号位不行 换到1号位来打 和前面的背筷子配合 机会 保护起来 还给尼斯里汉 强攻 土耳其就得分 双方在决胜局是土耳其 8比7领先1分 交换场地 5比4个人 对方 一拳到位 快捡掩护 可是图友其他二拳 11号艾德米尔还是很明确 在这一轮他尽量不给 尼斯里汉的4号位去强顾 知道那个他吃力 他一拳失误 被这个一个前围绕 被球传逼了 多米尼家队请求了暂停 9号任聂兹 现在多米尼家队也有了两个比较稳定的得分点 14号里维拉9号尼聂兹 这样也让对方在篮房上很困难 两个点都需要照顾 一拳出现失误 防返机会 漂亮 多米尼家队完强的绝成10平 这球就是体现了一个飘球的攻击性 它的飞行轨迹不是那么好判断 造成了土耳其队自由人在接一团的时候 比10继续进行决胜局争夺 15分的争夺 好球 林斯里汉现在的力量没有前面那么凶猛了 没有球打出来没有那么凶猛了 所以对土耳其队非常不利 暂时换人还是换上10号科尔达尔 希望利用他的4号位的进攻 多米尼家队已经连得3分 利传到位 本平掩护 不丝毫被拉开 有少篮网 多米尼家队仰网得分 Tryce队再次暂停 变存在的问题 就是依靠一个人打球 如果这个人不行了 那全队都不行 突然谁在行事还是不利 不过好在呢 好消息是在距离15分的这个距离 当中 他们还有8号和尼斯里汉的发球 两个人 这个胜利的偏评 在这一瞬间又导向了福尔奇队 因为他们的8号和17号 两个人的发球轮 都是强轮 发球的强轮 一传有没有接好 你为了轻打一个斜线 把球打中 我看到这个 继续赛上他的资料 说他两次拿到西班牙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有点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英文水平 因为我们在看他以前的比赛当中的时候 并没有感觉到他有那么超群的实力 但今天后三局还是表现出来了 尼斯里汉这个球又是只能推过去 好在对方没有把握住 船内有点扎往 只能调整一下 里面的小学线 10号科尔达尔的防守不错 你看13号科尔的强攻 对方朗朗没有拦住 13平 接下来到了尼斯里汉的发球 13平的时候尼斯里汉发球 尼斯里汉发球 大球出界 这多米尼加的受点 这个暂停还是叫的很是时候 破坏了对方的节奏 同样一孤 土耳其队继续面临选择 一传到外 华尔干部在前排被飞 华尔干部在前排被飞 十四平 一拳没有接好 打手 出界 多米尼加队第二次获得下点机会 他场下的屁股队员非常的紧张 在之前的比赛里面 日本队曾经在第一轮是大逆转 3比2反外为胜 射了波兰 一传到外 两两出界 14号俄尔丹姆 14号俄尔丹姆 我们的跳飘也不错 运气球 猜一下球网 对方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眼睁睁的看着这球落地 突入其队获得了赛点 这球其实跟我们中国队没什么太大关系 但我们看的也挺紧张的 突入其队 挨小学线缓起来 开网调整一下 对方球没上好 还是他强弓 看了就是扣球失误 在这场非常紧张激烈的比赛当中 最后 触犯英语州幸运女神 对突入其队还是有所照顾 最后他们通过一个发球猜浪 对方的扣球失误 17比15 选上决胜女 三名了 站上了多米尼加 好观众朋友 那么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 是洪光在大阪的比赛现场为您解说的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